心灵回收站 发我们曾经的各种合影 但旧情难忘人设 以至于很多亲戚朋友纷纷劝我 这么深情的男人 又没原则性错误 复婚吧 可是 我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 那段充斥着语言暴力的婚姻 留给我最大的后遗症 就是不断否定自己 想起来就心有余悸 我和胡盼是传说中的门当户对 都是名校毕业 工作体面 收入终上 我喜欢健身 他是跑马爱好者 在一次马拉松大赛上 我们相互打气 跑完了全马 然后 谈起了恋爱 打动我的 是胡盼的自律 我常说 他像一个钟表型男人 每次约会 他都会提前十分钟到 每天不管多累 雷打不动地跑步十公里 当天写在计划表里的任务 他不睡觉 也要完成 每次我们出去玩 他都会提前规划路线 做好各种应急备案 永远未与筹谋理性的他 搭配随心所欲感性的我 堪称绝配 恋爱半年后 我们结婚了 我们的第一次争吵 发生在婚礼当天 当时有个夫妻 对败缓解 主持人调侃 谁鞠躬时间长 谁角度低 说明 谁爱对方更深一些 而我为了增加欢乐气氛 伸出手 把胡叛的头压得很低 台下哄堂大笑 掌声雷动 但我没想到 一个玩笑之举 会让胡叛十分不悦 婚礼结束 我们去更衣室换礼服 胡叛黑着脸说 徐元 你做事前 能不能动动脑子 台下那么多我的下属 你这样 让我当众出丑 以后 还怎么服众 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 但也没放在心上 他觉得 婚礼需要庄严得体 我觉得婚礼 就应该轻松愉快 谁又不天天结婚 何必为这样的事情 闹不愉快 然而 蜜月里的一件事 却让我有点伤心 我和胡叛去瑞士 度的蜜月 早晨五点半 胡叛准时起床跑步 而我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 起床时 记得叫我 我们一起跑 结果第二天早上 我还没倒过来时差 根本起不来 我向他央求 老公 今天别跑了 再陪我睡一会儿吧 谁知 我这边还浓情蜜意呢 胡叛却脸色难看地说 我最讨厌 出耳反耳的人 我试图撒娇 就这一次嘛 求你了 可谁知 胡叛不但不吃这套 反而扔下一句 言而无信 也就罢了 还摆出这副剑样 是不是你一犯错误 就习惯这样摆平 我懵了 谈恋爱的时候 他可从来不这样说话 不就是一天不跑步 至于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我刚想理论 可他已经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即便这样 我依然觉得 胡叛的严谨 自律 是美好品质 他就是凭借着这个 年纪轻轻 就坐到财务主管位置 我劝自己要向他学习 改掉身上过于随性的毛病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发现在胡叛眼里 我需要改掉的毛病实在太多了 那天上班时 由于胡叛前一晚喝了酒 他让我开车 上班高峰期 塞车严重 有几辆车见我开得比较慢 趁机加三 安全起见 我只能放慢车速 让他们挤进来 结果三番五次下来 胡叛火了 张口就是三字经 他说 你是傻缺吗 这是开车还是学雷锋 为什么不跟紧前车 让他们挤不进来 我辩解道 大家都骑着上班 安全第一 也不差这几分钟 结果 胡叛火更大了 你也知道大家都上班呢 看你这速度 这谦让 我还以为 你只会踩刹车 不会踩油门 真不明白 就你这智商 怎么在职场活下来的 开着车 我不想跟他动怒 便全神贯注地 紧跟前车 生怕再有加三 结果 他紧握把手 脸色铁青地说 说你两句 就开这么猛 找死吗 路赌 胡叛的话 更让人心赌 为了不分心 我没跟他吵架 谁知 又一辆车 连转向灯都不打 强行并倒进来 我紧急刹车 这下 胡叛彻底火了 一把拉起手刹说 下车下车 以后连方向盘都不要碰 你这智商 你就配骑自行车 那天 胡叛一边开车 一边数落我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最后 我在一个红灯时 直接下了车 我没法再忍受 他没完没了的指责 更受不了 他总是站在智商高地 鄙视我 好像全世界 只有他最聪明 下班后 胡叛来公司接我 他真诚地跟我道了歉 说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所以心急了 他还说 老婆 看你开车技术 我其实很担心 怕万一 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 你就这么开车 多危险 爱之深 才会责之切 冲他这句话 我瞬间原谅了他 我知道 做事一向严谨的胡叛 希望所有事情 都尽在掌握 同时 也劝慰自己 每个人心中 都有雷区 以后 尽量少踩他的雷 可是 胡叛的雷区 太多了 让人避之不及 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小雅 在一家私企当文蜜 胡叛一直不喜欢小雅 每次他约我出去 都不开心 但我明确跟他表示 我不可能有了婚姻 就没了友情 你可以不喜欢小雅 但无权干涉我们的交往 有一次 我跟小雅逛街 一起做了美甲 和嫁接睫毛 结果胡叛看到了 强烈要求 我把美甲和假睫毛弄掉 我当然反对 于是 他马上开启了人身攻击模式 先是声讨小雅的衣品工作 特别武断地说 看他穿那衣服 就知道 整个人有多楼 天天弄些假的东西 照耀过世 以为 人人都吃他那一套 然后 又把炮火 集中朝向我 放着端庄大气路线不走 非得学硬招女郎那一套 有那时间 能不能多看点书 多学点本事 提高下档次 你的朋友圈 决定你的阶层 别一天到晚 跟扭腰百夸的人混在一起 我愤怒了 立场鲜明地对胡叛说 我认识小雅的时候 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 他是个富二代 却从没靠过家里 最难的时候 我们俩和吃过一包泡面 洗发水快没了 往里兑水为耻 他虽然是个小文秘 可他在考注册会计师 不等我说完 胡叛强行打断 既然是富二代 还非得靠自己 浪费大好年华 这不是脑残吗 难怪你俩那么好 感情 一堆智障啊 我气得浑身发抖 愤怒回击 你嘴这么毒 心里一定很苦吧 你世界第一聪明 干嘛找我这个智障 眼瞎吗 那天 我对胡叛 也是极尽挖苦讽刺 话说出口 并不觉得爽 相反 还很悲凉 曾几何时 我也是温婉知性的女人 而现在 却被她渐渐童话了 那次吵架 我们冷战了大半个月 最后 因为爸妈来我家小住 我主动停战 她才肯跟我说话 在爸妈眼里 胡叛是优秀的女婿 爸妈喜欢乒乓球和游泳 她在爸妈没来之前 就找好了地方 爸妈一到 她每天雷打不动的 陪她们打一小时的乒乓球 游一小时的泳 那样毒蛇的人 对我爸妈 却格外有耐心 充分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 和个人喜好 短短一周时间 她俨然成了父母教育我的教材 他们叮嘱我要向胡叛学习 学习她为人处事的得体 工作和生活的责任感 然而 那是外界的标准 过日子 不就应该跟舒服的人在一起吗 我承认胡叛是个优秀的人 但却不是令人感到舒服的人 我偶尔给自己放假 不去跑步 或者上午的碗筷 留到晚上耍 她就会说我懒惰拖掩 说这样的人注定一事无成 我如果买了她不喜欢的衣服 就会大放雀词 说我衣品不行 神没有问题 我跟她讲单位的人和事 往往刚开个头 她就盖棺定论 要么干 要么辞职 只有loser才吐槽 都说两言一句三冬暖 可嫁给胡叛 我随时都要准备 被她恶语一句六月寒 那次大学同学出差来长沙 我们几个在长沙的同学 借机俱乐剧 大家喝酒唱歌 又相约第二天 带外地同学去逛逛 晚上回到家 胡叛却让我明天陪她去给单位领导庆生 我拒绝了 毕竟我跟他们领导不熟 而且我答应同学在先 胡叛没说什么 但她洗完澡后 见我在敷面膜时打击道 明天的同学里有你老情人吗 我知道 这是又要开启语言暴力模式了 果然 她先是质疑我参加同学会的目的 接着声讨我的智商 她嘴贱地说 你那几个同学 一个个混得还没你好 你为了陪他们 连我们领导生日宴都不去 你就那么见不得我好 还是说 你觉得自己上不了台面 只能跟一群屌丝混 我不怒不恼地回她 我不想做的事情 谁也强求不了 而且 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如果再攻击我一句 离婚 见我真气了 胡叛的语气不再那么强硬 她开始诉说工作压力 领导的知语知恩 以及 明天的场合 我陪她出席的重要性 柔软下来的胡叛 让我也变得心软 我知道 她事业心重 便给自己台阶 她之所以言辞过激 是因为 太在乎那场宴会 作为妻子 我应该给她这个面子 当然 我毫不后悔 参加了那场宴会 因为正是这场宴会 让我看到了胡叛的另一面 那天 一手策划整场晚宴的胡叛 简直是长袖善舞 她赞美每位女同事的话 信手拈来 但都那么贴切 令人舒服 对男同事呢 幽默得体 进退有度 而且 当服务员发生一个小失误时 她甚至拍着人家肩膀安慰 没关系 别放在心上 最是她那番著酒词 真是语经四作 把整个宴会 推向小高潮 就像领导对她评价的那样 和她相处 永远如暮春风 说实话 那晚的场面 让我甚至产生了错觉 眼前这个极具亲和力的人 真的是婚姻里的胡叛吗 聚会结束 我和胡叛都喝了酒 是代价送我们回的家 即便是导错行绕了路 胡叛也没发火 下车时 还多给了人家二十块钱 她对代价说 这么晚了 你也不容易 代价感激涕零的说谢谢 我不由想起 每次我开车 别说是走错路 就算不小心按错转向灯 也会被她骂猪脑子 想到这儿 我背从中来 不由感叹 真希望做你的同事 朋友 而不是妻子 听了这话 胡叛一愣 接着问我 又哪根弦不对了 空煮病犯了 还是玻璃心碎了 面对那熟悉的冷嘲热讽 我突然很想心平气和的 跟她谈一谈 于是我把她曾经 对我说过的话 都说了一遍 我说 胡叛 语言也会杀人的 而且是凌迟 我告诉她 我现在每晚都会失眠 生怕起晚了 又会被她骂懒猪 我只买黑白灰三色的衣服 只有这三个色 在她眼里是标准的职场色 前几天 部门主管 让我竞聘公关一部的组长 我拒绝了 虽然大家都觉得 我有实力 有资格 可我满脑子都是胡叛说过的 就你这智商情商 能在职场活下来 纯属侥幸 我不怕成功 但我怕失败 因为一旦失败 也就验证了 胡叛对我的评价 就连顶头上司 都恨铁不成钢地问我 徐元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没锐气了 说到最后 我哭了 这就是你带给我的改变 我不是找了一个老公 而是找了一个差评师 摧毁了我所有的自信和勇气 让我越来越符合 你对我的人设 这就是语言暴力的力量 你赢了 胡叛沉默了 第一次面对我的身变 他没有用强大的语言逻辑围攻我 那晚 他在书房该做了一夜 而我也是彻底失眠 我想起从前那个自己 高中时 我联合所有女同学在草场静坐 反对学校要求女生 必须梳短发的规定 大学时 我跟四个同学 用一个暑假的时间 骑行西藏 毕业后 我想进现在这家500强企业 在人家没有招聘计划的情况下 靠着自己对他家产品 做的田野调查 谋到了入职机会 曾经的我 天不怕地不怕 但现在的我 连每天穿什么 都会不自觉地揣测 胡叛会怎么说 甚至 后来跟小雅约会时 我都要瞒着胡叛 谎称单位加班 不是怕他 只是想稀释宁人 不想听他的恶言恶语 一场婚姻就这样 小铁如泥般地把我的锋芒都悄然磨平了 我虽然没有刻意消足视捋 但的确被语言暴力悄悄洗了脑 我天真的以为胡叛在一夜的反思之后会向我道歉 然而第二天早上 等待我的是他的长篇大论 他用一夜时间组织了逻辑缜密的语言 对我进行了新一轮攻击 说我是甩锅侠 是杠精 是不可救药的脑残 他说当初真是瞎了眼 我说 我也是 那天吵到最后 我们上班都迟到了 干脆请假去了民政局 就这样 这桩看似美满的婚姻解体了 其中的艰难 我不想赘述 胡叛始终认为 是我的幼稚和玻璃心 毁掉了这场婚姻 哪怕离婚后 他依然深情追忆我们的曾经 并且每条都会特意爱他我 我一点也不感动 反而觉得讽刺 看了他几天的朋友圈表演后 我果断拉黑了他 于是 他不时跟我爸妈小雅联系 希望他们能劝我回心转意 可是 他们不是我 不知道一个充满语言暴力的婚姻 有多么可怕 多么压抑 我慢慢了解胡叛的逻辑 他不是舍不得我 而是对他来说 失败意味着失控 所以 他在极力塑造自己 想挽回这场婚姻的形象 而将责任推给我 离都离了 谁的责任还重要吗 那天下班 我坐同事的顺风车回家 同事开的车 他老公坐在副驾驶位置 结果 同事一个走神 不小心追了前车的尾 我大叫一声 心慌得不行 只见 同事老公第一时间 拍拍同事的肩说 没事 别担心 怎有保险 那一瞬间 我感慨万千 我刚才的慌乱 就像条件反射般 仿佛 旁边坐的人 是胡叛 如果追尾的人是我 那他一定 会将我骂得狗血喷头 看着同事 和他老公 温和有爱的互动 我瞬间清醒 并感动 真正爱你的人 口袋里总有糖 而不是一堆 都是为你好的大道理 如今 那场语言暴力的婚姻 还在影响着我 但我也在努力走出那份 恶语伤人的精神霸凌阴影 重新找回勇敢 有力量的自己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 像曾经的我一样 经历着语言暴力的伤害 我只想用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 语言暴力也是家暴 面对隐形家暴 你要有识别的能力 更要有说不的勇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